作词 李宗盛 她精致的面孔也有着一抹独特的东方气质 摇摇中带着几分清纯 她的美犹如一曲悠闲的欧洲小调 让人魂牵梦罩 她可显雅 可放肛 可委婉 可轻狂 演绎过气质高贵的皇后公主 也诠释过街市上卖唱的歌女 女人的温文尔雅和坚强宽厚 在她身上同样突出 人们不吝惜把各种赞美的词汇送给她 却仍无法说起她的风采 本期第十方语室和你一起欣赏 法兰西玫瑰苏菲马索的遗人美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十方语室 今天我非常高兴向大家推荐一位 即美貌 智慧 风情于一身的女演员 她就是素有法兰西玫瑰之称的苏菲马索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她 在她的身上有一种魔力 让男人和女人都为之倾倒 在她身上积聚着万种风情 或清纯或妩媚或柔弱或冷艳 像一首轻轻哼唱的欧洲小调 绕梁三日回味无穷 下面我们就从她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开始我们的欣赏之旅 1926年11月 苏菲马索出生于法国巴黎市郊 父亲是一位卡车司机 平凡的家庭环境 培养了她坚韧独立的个性 这时的苏菲与电影没有任何关系 更没想过自己日后会成为法国头号女星 1980年 14岁的苏菲正在勤工俭学 朋友告诉她 法国导演克劳德·比诺多 准备拍摄一部青春影片出门 需要一位新面孔的女孩 苏菲带着这电影的新鲜感前往面试 没想被导演一眼相中 成为了女主角 初吻是一部讲述少女初恋的故事 实际上就是苏菲马索一个人的电影 她扮演少女维卡正值情窦初开 有一些父母不太理解和接受的小秘密 苏菲马索拥有一双褐色的美丽眼睛 健康清新美丽的形象 完美的树炸了一个13岁 小秘密 小秘密 小秘密